安德斯·贤倩 文德斯·贤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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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圣经牧民族的安德斯 很高兴这次有这个机会 和大家分享我的信仰的过程 在参加圣经牧民族已经有七年时间 我还记得刚刚在试验会开始的时候 很感谢得到天主的邀请 给我一个机会去参加这个试验会 参加圣经牧民组绝对是一个可以深化信仰的善会 我们每年都会利用那一年福音的主题 去策划一系列的活动 在策划的活动的过程里 都令到我们都可以深化自己的信仰 以及认识天主的圣言 聆听到天主的教导 以及如何实现天语的话语 就好像儿童读经比赛那样 小朋友和家长可以透过准备朗读经文的时候 就想起圣言和他们讲的什么 然后如何用他们的圣言 应用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以及在待人节物上 不论在策划和服务的过程 我也有机会可以检视自己的圣言 和我自己的关系 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提醒天主和我的话语是什么 圣经牧民组不仅是一个事业会来的 其实也是一个凝聚了很多好友爱 还有很多爱和支持的兄弟姐妹 我记得每次大家相聚分享的时候 大家都会首先讲一下自己的生活点滴 大家都会分享大家的开心和困难的事 都会很细心聆听 为对方互相祈祷 给一些鼓励 或者给一些建议 给予支持 而我多数都会分享一下自己工作的事情 以及有些什么的感受 我自己本身就是做医疗工作的 因为工作都很繁重 很多时候都面对生离死别 圣言在我的生活里面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除了当然也有安慰的时候 也有很多鼓励和期盼 还记得有一次 我都会用天主的圣言 去鼓励一些有信仰的病人 记得有一次在病房的时候 我见到一个菲律宾姐姐刚入院 精神是很混乱的 当时因为她的精神太过混乱 被医护人员用药束 绑着手脚在床边 主要不是因为想药束她 而是害怕她 自己会拔走针 然后伤害自己 因为我都见到她的胸口 有圣像和实价 我胆粗粗地捉住了她的手 问她 你愿不愿意我们一起 可以去念一篇天主经 当时大家都捉住手 去念天主经 她很快就平伏了她的心情 而那一刻我亦都感觉到 圣神的工作令到我都很感到 我们两个平伏了心情之后 就可以继续做我们的平伏了 是的 我都有将这件事 分享在圣经母闻祖的分享那里 而大家都觉得很神奇 他们也有分享他们的类似经验 我相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天主也有很多不同的机会 让我们重新想起她的话语 提醒她想我们做些什么 到我现在做外展的工作 日晒雨林 背着很重的袋 例如背着4-5kg的袋 去不同的地方服务 有时候我都会想起 其实虽然过程都是艰辛的 但是我都会记得这些是天主的派遣 她也希望我可以把天主的爱和圣言 带给一些可能长期病患者 和长期被忽略的病人知道 希望可以透过我作为天主的工具 去抹走他们生活的眼泪和痛苦 我觉得信仰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信仰 信仰就不止停留在教堂里面 我们也应该是透过圣言的提醒 知道天主想我们做些什么 然后在我们生活中互出圣言 这样宣讲他的福音 希望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入圣经黄文族 跟天主的圣言更加接近 透过这个机会好好地聆听 聆听天主的圣言 带着天主的爱和说话的智慧 令到身边的人更加认识天主 主有今天我们分享着 感谢感谢